各位網友大家好 歡迎再次收看聚財線上 那本週的聚財線上邀請到了我們的財經書作者 也就是王陽森先生 他之前有著作過指標會說話 那即將他的新書也將要就是在下個月會給網友看到 那先來歡迎我們的王陽森 也就是我們聚財網上有名的龜爺 以及我們的執行長來跟王陽說幾句話 執行長龜爺好 那個很高興我們這禮拜有等於是今年這個農曆年前 最後一次的聚財線上與大家見面 那今天最後一集相當精彩 邀請到我們龜爺 也就是王大哥來跟我們分析一下 目前這個經濟局勢以及這個股市的一些狀況 那他的資料相當齊全 我剛才問他說你花很多時間整理這個資料嗎 然後那個王大哥跟我們說 其實他每天其實都有這個習慣去把這些資料做整理好 所以我覺得這個資料對我們這個 等一下我們來看一定會覺得非常的有用 收益良多 那另外就是說提到我們這個書 這個書大家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我們新書 這是首次封面跟書名亮相就叫做變臉 這個網友看到這應該很興奮 取了一個變臉 我們不曉得內容是什麼 那這樣我們可能就賣個關子 讓大家繼續期待好了 那這本書我說一下 就是說原本跟王大哥是希望說 在書展左右可以出版 但是因為其實王大哥對於書的內容 跟一些細節他是非常的注意 所以有稍微delay的一點時間 所以在書展的時候可能就沒有辦法跟大家見面 那我們書展也有好幾本新書 就同步在這個最近會出來 那王大哥的書可能就會到2月底3月初左右才會出版 那沒關係大家可以利用書展 王大哥書展在2月8號的下午6點 也就是禮拜天的下午6點的時候 也會到我們書展的展場 大家有興趣問他新書寫什麼 都可以現場跟他請教一下 好那我們現在就要請那個王大哥 你好 那大家 大家好 那個我先稍微談一下這個變臉這個時候 因為其實講在變臉其實會讓我有一種 會讓會想到這個主題主要意思就是說 因為我覺得其實當初寫這個書名的一個用意是在說 因為我覺得他其實他是談一個所謂的川劇裡面的一個 那個種變臉那個過程 其實講實在像指標來講 我覺得指標的變化 因為可能給一些讀者或網友的一些衝擊 有一點點類似像這種 川劇這種變臉 那他隨時都在變 那當然講實在我們也隨時必須要去調整 我們自己的一個腳步 那至於OK 我們現在稍微談回來就是說 我這邊先談一個比較 所謂比較算內幕好了 當初其實講實在我想我想我們每一個人見到劇裁 網都有一種方式 可能是買書 可能是一些什麼方式 可能連執行長本身都會有一點忘記 就是其實像我來講我當初見到劇裁網 其實當初當然是一個網友介紹 當初因為我們是看到 我是看到劇裁網上面有一個 他是當初是這麼一個所謂老師的 那當初等於是我當初進來的時候 其實講實在 當然我給我自己設定 就是OK 我是來這邊 當然講的上網 跟大家稍微切磋什麼 像這種類似這是一定的 可是來這邊其實 對我來講 我給我自己任務是說 我也有一個主題 就是說OK 我來這邊可能也會介紹 或者是談一些比較具體的一些做法 是 那當然對我來講 這麼多年來其實講在 每一個人 其實我覺得每一個人 都自己已經練就了一種 所謂的進出的一個模式 那這模式其實講在 我們應該講就是說 不管什麼模式 在股市裡面 因為我們面對的股票 實際上股票實在是太多太多了 那每一個進出的方式 其實都不是那麼盡善證明 應該講就是說 沒有一種所謂的進出的模式 在這個市場裡面 是可以長久考驗的 是是是 那對我來講就是說 當初到劇裁網 因為來劇裁網之前 其實講在我連電腦 什麼這方面其實對我來講 都還是很很生疏的一個東西 對 那來到這邊之後 我也到底沒想到幾年之間 慢慢慢慢變化變成說 我也慢慢可以寫一些書籍啊 什麼這方面 可能這方面我覺得 我必須要感謝指引長 不要這樣說 大概有三四年的時間 差不多三四年的時間 對 那當然可能 可能當初去去往 所謂曾老師去江塞 我相信他是為了要 要找一些譬如說 在市場裡面比較有 就是說 比較算老經驗的一些來這邊 就是說增加陣容了 我想我想當初的用意 只是在這個地方 那老師講的話倒並不是說 一定是管用或什麼 因為其實那個長期跟 就是看我看我東西的人來講 說真的 我們也只是在進出方式裡面 可能大約可以抓個七八成 我應該講 就是說誰都一樣 大家不用說 對這些聚雜網的老師 說存了太多的幻想 認為說他們講的都是百分之百 因為有時候 當你懷 就是說懷著那種心境 更完美的時候 也說不定 講實在失望以後越大 是是是 那過去我在 就是說我 我這邊我也辦了幾次的 所謂的講座這種 其實我也說過一些學生 我教給他們的一個方式 其實也都是只是一個觀念 對 因為我覺得觀念是 在這個市場裡面 正確的一個觀念 面對市場 才是一個比較正確的 比較好的一種方式 是 那 這當初就是說 到聚雲來的時候 其實我們談的就是說 我也考慮到 我應該談一些什麼東西 因為譬如說 我如果談一些總經濟的話 坦白說我的力量還不夠 就算說我在市場裡面 混了一二十年 其實講在談總經這方面 其實我覺得我的力量還是不夠 那簡單的方式就是說 後來我會挑到一個所謂指標 就是因為指標 每一個人都會看得懂 要學指標 要學指標其實市面上 甚至說聚查網上面的一個書籍也很多 每一個人都可以從簡單的一些書籍裡面慢慢去瞭解一些實際上一個操作 那對我來講指標是最好溝通的一個所謂的一個橋樑 意思也就是說我們在看行情的時候 藉著看一個指標 所謂對技術分析這方面的一個東西呢 我們可以比較正確的一個判斷 所謂未來的一個趨勢 所以這也就是說我投入在指標這部分 可是各位網友要知道就是說 並不是說我認為指標是可以 唯一就是可以置身的一個東西 絕對不是這個樣子 指標還是有很多的他的一些所謂的盲點 那我比較在意的是 我們要必須要彈性調整我們的一個所謂的腳步 因為所有的指標都一樣 其實他都有他一個適用的空間和時間 沒有錯 所以這個東西我在新書裡面呢 其實我也大致上也介紹這一部分的東西 就是說其實講實在 雖然說裡面所談的指標 可能是我們都耳熟能詳的東西 對 可是這些指標的一個變化 我們可以由它的一個整個一個變動裡面呢 大概了解說它比較適用的時機 它最有效的時機是大約是在什麼個情況之下 對 就是說有一些走趨勢的 有一些走盤整的 我想這個是比較 對我們在未來判斷行情這一部分呢 我想大家應該是比較 應該是調整一個方向 那對投資人來講 我覺得比較欠缺的 倒不是說我懂了什麼東西 或我不懂什麼東西 我覺得投資人比較欠缺的是 所謂整合的一個東西 當這個整合的東西 譬如當你調整到某個情況的時候 其實想在把它把它湊出來 其實想在你自己可以研究出一套 所謂進出的一個模式出來 這個是我 在這一個場地什麼 是在那邊 是在這一個場地 都是在這一個嫂子